欢迎收看同班美食贾套套 我是林静盈 节目一开始来看到 云林斗六有一间菜桃柜的摊子 原料非常简单 这只有水、米浆跟土萝卜 就连米都是老板自家自己种的 老板夫妇每一天半夜抹米 吹蒸忙到天亮才摆摊 而且是现做现卖 菜桃柜间的金黄围焦 香气浓郁 是很多斗六民众的阴阳早餐 每天清晨 阿正都是跟月色赛跑的人 趁太阳还没出来 推着摊车三步并两步 赶着到永乐街的大树下摆摊 摊车上摆的是一块块的菜桃柜 蒸好的柜很脆弱 因此不能用机车载 只能用摊车推 当风轻轻吹过 也带起菜桃柜淡淡清香 阿正和太太配君 延续着妈妈的手作美味 继续在大树下满足每一位早餐客 我是感觉她的爹地巴那太菜 这不是当然的 桌花和普攻高强 菜桃柜在平底锅里煎得滋滋作响 在乡间做生意 盘里总会多加个调味料 叫做贴心 有些人喜欢保有嫩度 有些人偏爱煎的焦香 这些阿正和妈妈一样 总能察言观色 只要我只要有做到的 这些老片烤鱼都经常来 那是你一个吗 哪个啊 我不知道要不要 不用太说话了 菜桃味 原来菜桃榫 不是用大用品 我比较孙子啦 十五个啦 他指定要吃这个吗 对对对对 因为每一年回来一次嘛 他要吃西式的 他要吃波波饭 他自闻啦 我们要夹白白的 还要放那个糕 酱油糕啊 没有加任何肉粥或是油葱酥 煎过后的纯菜桃柜 香气更加浓郁 再淋上自家做的酱料 风味更上一层楼 这个叫做米酱 米酱 这是甜的 然后这种是辣的 煎的糯米 酱酱辣 用米下去做的 然后再加糖吧 加一点糖 所以这个会甜甜的 像它过年过节 事实上他们还有买整块的 还蛮推荐的 可以买回去自己弄 对对对 就蛮便宜啦 其实品质还蛮高的啦 早期乡下人种田需要铁粒 但吃贵实在没办法填饱肚子 因此习惯再来碗汤 这个传统到了现在 还是香煎早餐的特色 虽然说阿正经营的是路边摊 但是煮汤用料也不随便 有新鲜 现拿的 因为我们家没有可业的东西 有豆腐 味噌汤 白色的豆腐 母坑来的 他们那个豆腐煮了之后 可以越煮越好吃 比较嫩 还有猪血汤 前一天出买 我一生过买买买三百六十块 没人知道好来吃啦 出面隔壁 人家开店的就说 你都想买买买久就有人啦 农业时代生活辛苦 嫁来赖家的梅月婆婆 就将家传菜桃柜 搬上台面来卖 一开始没人捧场 后来客人吃出真材实料 生意就越来越好 每天早餐都是大排长龙 到了假日更是涌入大批外地客 我们的贵真香 有香味 还会Q 有Q包 人家吃的会喝 骨头还没吃 对于自家的贵 梅月婆婆是拍胸脯挂宝阵 自从她带孙子 把摊子收起来以后 老客人都很怀念 不时怂恿她再出来卖 后来儿子阿正的齿磨工作 刚好遇到瓶颈 在母亲建议下 再来卖柜试试看 于是妈妈胃又重出江湖 不如做人 人家大人 我们现在让我们的小孩大人 梅月婆婆的菜桃柜 制作相当用心 他们用自己种的稻米来做柜 一点都不用担心食材品质 每天清晨四点多就开始磨米浆 然后再把菜桃打成泥状 她说一定要用土菜桃 如果拿改良过的来做 不仅没有辣度 就连一丝香气都没有 炊起来有黏度 炊起来也更黏 不仅没有辣度 早上十点收摊回家后 还不能休息 得开始准备制作 明天要卖的柜 这样子 吃得更黏 今天要太吃虧了 可见这个赚得比做脂膜还多 好 是吗 好啊 是吗 好 我可能没吃过脂膜 没关系没什么钱啊 没钱都没有吃过脂膜 制作菜桃柜的方式 南北不同 各家各户又有自己的偏好 阿正家他们喜欢将原味的菜桃泥 先在锅里煮过 再慢慢加入米浆里 最后将两者打匀 人家说米也米均 所以也要打匀 你打匀 不打匀 它好像是石头一样会沉下去 你炊起来就会比较顶心 中午过后 开始珍贵这项超级任务 早些年还是烧柴当火源 但现在山上不砍柴 平地也不好制造空污 才会换成瓦斯 现在生意好到 一个月就要用上二三十桶 放羊跟不放菜桃这样而已 粿泡得好适 冰冰要冰得好适 对啊 就要炊 过程大家要炊 东西都要炊就可以好吃了 那些都一定要炊到 到处才会好吃 珍贵要有耐性 因为一蒸就要六七个小时 所以往往是日震当中真 等到月亮出来起锅 树光出现热气完全散去 也才算是打工告成 但这时候也已经到了 要出门做生意的时候 一旦在冷气旁 对 现在吃在卤旁边 好 像天差地皮的 他们这粿要好吃就是 由旁边生一粿 所以我在切粿 我才会先到旁边 只要老老老 才知道 那比较早起的鸟 才有情绪 差不多是这样 自从老公重启炉灶后 佩君就辞去美工设计工作 一起加入 税步绑行列 以前我看我工作活动 好像很简单 一个早上而已 下午就回顾得还好啦 弄起来不一样 很恐怖 不一样 很累喔 都不一样 小小的路边摊 创造出令人 朝思暮想的美味 有时候我就早点来买 因为有时候买比较多 会要等很久 它可以一个人吃三个 我们这个很会吃 所以我要买比较多 东西吃完 盘中里面都没东西的话 我就会更有成就 每天营业只有短短四个小时 却得花去快一天时间制作 菜头柜的清新香气 加上夫妻俩踏实态度 一份料理真切传达庶民生活 无疑是斗六香肩最美丽的风景 鱼肉饭是在普通不过的国民美食 但是平凡的事情 认真踏实的做 也可以做的很不平凡 台北的北投市场 有一间鱼肉饭 是很多顾客心中的第一名 年少轻狂的老板 他曾经被父亲痛骂了两光 后来痛定思痛 用双手证明 只要认真 就算是两光 也可以转变成闪闪发光 天色还没拉开序幕 北魏舞台的后场已经如火如荼 展开登场前的准备功夫 我们如果往个十分钟就很赶了 北投市场收视区 鱼肉饭老板华文聪和太太林毕霞 今晚十二点才收工离开 墙上的时针转不到半圈 又得出现在摊位上 为早起鸟准备最抬的小吃早餐 二十年来周而复始 就像是时钟一样 对生活转动也转动生活 没点钱 每天困托这么多 对 那你够不够 不够怎么够 要吃四处 不够不够 西米煮饭 大汤锅水深火热 鱼肉汤汁重新沸腾 美得冒泡 豆腐 蹄膀猪大肠各就各胃 这一盏煮不够 这一盏煮不够都不用弄了 所以我不能够够 可以滷肉 滷山沉滷水口滷大汤 都可以滷 滷豬肠 反正肉的东西都可以滷 笋子要用油一点才好吃 油一点才好吃 笋子有的客人他还强调 我要油一点 因为它水是要油 它才会香 而且是猪油 猪油的话你就更香 其实你猪油弄什么东西都很香 金狗的蜜蜜 蒜头到红薯头 鱼 鱼 亲人辛香料 海陆干货爆香 炒得燥香燥香 和汆烫过的大白菜共也一炉 要滷成软而不烂 清甜回甘的肥菜肉 它是没有几行 船就是烧骨 六点半才可以吃饭 因为我都常说六点半 我们这山顶的阳明山 小某山 水红水的花座 大肉肉 饭腿 腿口 一个鹅子汤 时间接近六点半 人潮准时聚集 全为了这一碗粒粒分明的白皙米饭上 韵染的光泽油亮 离人醇香 还有让人食指大动的各式配菜 拿来 肉肉方 粉 几一点白菇汤 一个礼拜来吃三四次 有差不多 有 肉好吃喔 很好吃啊 你看它滷出完都油油亮亮的 那个肉很好吃 入口即化 滷肉通常会有那种肥肥的感觉 他们家不会 他们家的滷豆腐很好吃 煮蛋也很好吃 應該是說都很好吃啦 黃文聰的小吃攤 是在地人的日常燒咖 還曾經被財經雜誌 形容為全台灣第一名的母肉飯 能夠在簡陋的市場內飄香全台 黃文聰的大鍋裡有秘訣 食材 現在這盛起來就是鬆斑肉啦 走頭肉也就是豬頸肉 肥瘦分離 瘦的鬆斑肉 用調味料地瓜粉醃漬一碗 隔天就是嚼勁十足的恰罵燈好料 而肥的部分成為滷肉鍋的主力軍 再加上汆燙後過成絞肉 膠質超級豐富的豬皮 要共煮一鍋台灣國民版美食之王 鴨子 紅蔥頭 蒜頭 金膠蝦 和蝦米 這裡的食物很多 它把蝦米拿出來 味道更讚 午餐人潮散去就是黃文聰備料的煉功時刻 滷肉下鍋前大火爆香 替絞肉增加香氣 黃爸爸時代鍋子裡沒有的蝦米青蔥 是黃文聰讓自家四十年滷肉飯 風味精緻升級的第一步 而第二招是把滷肉當成是煉丹 胡鬚章 好像是新聞雜誌 他就是訪問他嘛 人家煉四 人家煉六小時 我就說 我就花四小時 這樣不敢再花兩小時 小火慢慢翻煮八小時 換來滷肉入口即化的滑順口感 不只耗費瓦斯 黃文聰接棒後的二十年 人生有三分之一揮汗混入絞肉裡 化成客人舌尖嘴裡的心滿意足 太太說他做事歸毛認真死頭腦 但黃文聰腦筋靈活得很 懂得與時俱進才追得上前的四隻腳 像是減低砂糖比例改加冰糖 讓甜度降低不會死鹹 而以前的勞動階層工作需要熱量 又油又鹹的滷肉飯剛好符合需求 但如今生活型態轉變 隨時撈油讓滷肉汁油量減半 更符合現在的健康需求 味道比較好吃還是比爸爸比較好吃 時代不一樣 不能說他的好吃 我的好吃 現在是我比他好吃 我今天整整二十年已經倒退了 不及格了 你要跟著環境 時代去改變 跟著時代改變才有好的結果 但最大的改變其實是黃文聰自己 不愛念書又沒有一技之長 退伍之後 早上領爸爸的薪水再自家幫忙 下午再到外面的餐廳打工 對父親打下的失業基礎 異性攔珊愛做不做則過且過 曾經有熟客建議黃爸爸早點退休 讓兒子接班 換來黃爸爸不留情面的直接對兒子打臉 後來黃媽媽中風 黃爸爸為了照顧太太不得已 只好把生活重擔交給兒子 生活的難關和磨練果然帶來成長 結婚生子之後 黃文聰更了解賺錢持家的辛苦 而全心全意專注在工作之上 把爸爸的小攤子做到遠近馳名 來到假日打排長龍 初開始哪會珍惜啊 對不對 那是渡到再去珍惜啊 我們現在做到這樣 我們老爸走出去有風 父親走路有風 因為昔日散漫的兒子 終究拿到了高分 變成了大家眼中的第一女 黃文聰說如果有人想學的話 他也願意分享人生的心得 傳授一生的小吃功夫 照顧你就來了啦 真痛啊 我沒辦法騙啊 要做到不做這樣而已 心態問題啊 於是俱進加點不一樣 看似平凡容易的滷肉飯 有不簡單的滋味 曾經不被看好 如今是受人稱讚的專業達人 黃文聰以過來人的經驗鼓勵年輕人 任何事情只要肯做專心做 就是成功的起步 亮光也可以摸到發光 就算雙手的食指因為車禍被截掉 卻升近80%燒傷 但是他還是自力更生 開了一間甜不辣店 曾經因為生意太差被嘲笑過 但是老闆他沒有放棄 開始做待用餐回饋社會 他希望用愛來翻轉負能量的故事 當然感動了好多人 我是全身百分七十幾快八十的 診斷數就是全身百分之七十幾的 嚴重燒傷然後食指截肢這樣子 賣過饅頭包子開豆漿店 甚至也做過便當快餐快炒店 林玉瑤出社會三十多年 光餐以自力就有二十年起跳 但是開甜不辣店 卻是他想都沒想過 最後最迫不得已的選擇 他是那時候受傷害筋是燒壞掉 這個是醫生又動手術 把它硬切開來 有一個這樣外型而已 它是沒有功能的啊 沒錯 擀面揉面要守 廚師掌勺也需要執掌 林巧的運我 而林玉瑤沒有食指 直白地說就是光靠手掌 也起不了作用 搬運裝到任何工作 視力點靠的就只有拳頭 它已經沒有皮 它只是肉 肉然後再從自己的身上 再取皮下來去貼服上去 這樣子而已 你看到有那個長方形 四方形的那個就是取皮下來 還有那時候也從 也從頭皮也取很多次啊 鴨舌冒下的皮膚儘管戴了口罩 依然可見燒傷後的拔痕 而其實林玉瑤前陣子 才上進各大媒體版面 他就是那一位 城隍廟庫附近 因為生意慘淡 而曾遭過客取笑的 甜不辣店老闆 他就說都沒客人 他怎麼還沒餓死啊 對 因為我之前就是有這一面 就是我帶你出來看就是說 進來吃完甜不辣吧 不然林跟我都會餓肚子 他就想可能他們都 都不吃甜不辣 然後可能每次經過看 都沒有客人 他就說怎麼還沒有餓死 可能是這樣的一個開玩笑的話語 蔡桃湯要開玩笑 蔡桃湯什麼啊 店開一年多終於轉虧為盈 欠下的他或許不在意了 不過那時不管玩笑話有心無心 都一度讓他低愁沮喪 所以才有了臉書上的出發文 也因為如此 後來暖心網友 正商名人的鼓打氣 便一天一天片片如雪花堆疊湧盡 我坦白說我從頭到尾 我都沒有放棄過 因為老天爺既然不讓我 就是要我好好的活下去 我憑什麼要放棄我自己 七年了 他實在也記不得 那些轉腹為正的心念 是在多久以後才開始主導人生 但他很清楚 七年前自己因為 送快遞出了車禍 現場後來引發火災 所以導致全身進80%燒燙傷 那個都是血肉模糊的那種狀況 怎麼講 你好比你不小心 給摩托車的排氣管燙到一個巴 那個巴可能就是會讓你痛很久 可是我就是全身都是 然後它燙傷的程度不是只有皮而已 就是說它是整個是燒到肉裡面去 我跟你說前面的那三年 尤其是前面的那半年當中的那 前面的三個月四個月 那只有四個字叫做生不如死 生不如死的那一段日子 老實說實在太能計算 因為車禍後根本有好幾個月 它都是陷入昏迷的狀態 等到縮醒了 那才真的是考驗的開始 住院出院 重複直皮 重複動刀手術 前每一次進醫院都是好幾個月 忍受滿身的創痛是磨難 和勇敢活下去的意念拉扯 又何嘗不是折磨 這六年多 七年多 我每天就是告訴我自己 老天爺他沒有讓我死 我就是要回饋這個社會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人家說你笨蛋 你捐那麼多錢幹什麼 我對我笨蛋那怎麼樣 我高興 我爽 倘若開鐵布拉天是復健成功以後 唯一能養活自己的路 那麼捐款做大用餐助人 也許是脫離心靈弱勢 最完滿的方式吧 林玉瑤起碼想過一百種 自力更生的辦法 正因為無法擺路邊攤 應對突來的狂風奏語 也無法騎著電動輪椅長跑 所以才租下家裡附近 離廟口商圈也不遠的小店面 起碼腳踝肌肉受損 不能久站 萬一撐不住了 也還能坐在屋簷底下 稍作喘息 我現在的身體就是 一定是怕高溫的 我比你們還怕高溫 你去年夏天怎麼熬過 就全身貼退熱貼 就是那種發燒在貼的那種退熱貼 對就是把身體貼得 讓它就是溫度降下來這樣子 千算萬算 總以為已經想盡辦法克服任何障礙 甚至為了挑好食材 開店前他每天騎電動輪椅上市場 反覆細選太壞 偏偏一年多以來都遇上疫情攪亂 生意天天虧損 光是挖勞本副員工薪資 就足足賠了14個月 有一句成語他們講 叫做門可羅雀有沒有 我這個地方他就是說 遊客他們就認為 有去到那裡面才是算城王廟 我這裡只是他們經過的一個點而已 對我會看著很多的人路過 過而沒有路這樣子 真的吃過都覺得 他買的是比較好品質的一些食材 這是七彩不會說粉粉的 比較有彈牙的口感 而且張六是他自己在挑的 各位後面的朋友不好意思 我們天婦拉要先暫停 我要先趕訂單 這一些十日以來 明白自己的身體負荷不了 每個週一總要電修 但林玉瑤還是會走進店裡 拉開鐵門送糖送食一果 就是不願客人撲空 尤其在苦撐了好久 終於轉虧為營的這兩個月 他更是奮力投注在捐款捐餐 以前人家幫他 他現在要幫人家 他現在有能力 他現在要幫人家 這個叫做善與愛的循環 而或許愛與善的氣味 每天熬進柴魚高湯 彷彿也可以穿透十槍鋼筋 蒲天蓋地渲染食人的心 那天他遇見一位婆婆 扛著買菜錢來捐款 事後竟哭得久久的不能自已 因為他很瘦小嘛 我說我看他提那麼多 林泉那麼重提過來 那個男生提都很重的 女生提又更重 然後他又那麼瘦小 我才跟他說是營養一點 不要這麼瘦的意思 他還沒離開的時候 我是含著淚 他走了我就是真的是太感動 真的 因為他很瘦我就擔心說 他自己是不是都沒有吃飽 還來幫助別人這樣子 我很捨不得 很心疼 林玉瑤說原來啊 為善並不如老話所說 有力出力 有錢才出錢 只要有心 世上又豈有難事呢 確實只要有些沒有困難事 很多地方都有炸麵包 但是要怎麼樣與眾不同呢 零零虎尾的炸麵包 擺上了炸蝦 雞排還有燻雞 然後再放進了各種配料 就好像是一艘五彩繽紛的沙拉船 老闆他是從台北回到家鄉來擺攤子 從簡單的沙拉船來做起 當然逐漸累積出了好口碑 每天不到四個小時就玩手 你好 一個卡拉雞好 一個卡拉雞好 琳琅滿目的炸麵包 把陳列的點心櫃塞得滿滿的 地點鄰近雲林虎科大 榮登學生下課後 最愛的能量補給站 裹上糖衣的甜甜圈 各種口味的果醬麵包 還有包進豐富餡料的創意三明治 我們有樂狗 有明蝦 還有五股雞排 還有營養三明治 沙拉船 薰雞堡 板烤雞肉堡 古早味只有一種了 然後我們結合了很多種 這是古早味有創新的元素 要裝飾了喔 五彩繽紛的層層疊疊 鮮豔的台式前庭堡 通通都是當天新鮮現做 往往開攤不到三個小時 能選擇的口味就越來越少 鋪空的殘念的 只好隔天請早 我通常都買甜的 但是熱量很高 我覺得可能是會現做吧 都我覺得每次吃到都熱熱的 滿好吃的 今天買的算少耶 真的喔 因為同事都覺得很好吃 而且很便宜 不然有的放久了就會很油 對 它砂糖放久了也不會軟掉 我本身也喜歡吃甜甜圈 然後小朋友也喜歡吃甜甜圈 現在古早口味的甜甜圈 比較少見耶 所以從我們抖六跑來這邊 有經驗的客人都知道 一次要帶上好幾個 才不會後悔買太少 不過癮 後長的油鍋不停的炸 重複播放著麵團受熱膨脹的療癒畫面 剛開始下去的時候 其實還好一下子就可以翻 主要是翻過去之後 才要等它上色的時間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人 然後客人來的時候 可能就會忽略油鍋 然後可能就會黑了 就太黑了 就是有時候自己太粗心 丟太用力 油漸起來 寧靜的三合院老宅 彷彿 退回時空最初的樣貌 幾樣簡易的機器設備 就是老闆的迷你烘焙坊 阿公那年代他們有四個兄弟 這裡是中堂 大廳 然後大家都分家出去 這裡就閒下來了 就飲水思源 以前人也是都在這裡生活 我們是在這裡工作 以前在北部開麵包店 它收掉 它把這些機器全部載回來 麵包一個重點 就是戳遠 我們有在麵包店做過 所以這個都是麵包店的基礎 一個一個麵團 全靠著手工整形 才有更扎實的層次口感 老闆娘沈玉山 從旁當個小小助理 畢竟揉麵團 並非一朝一夕的手工活 我打打板 是幫他沾麵包屑 或者是做記號 就是口味的記號 之前有想要幫他包餡 就是幫他整形 然後他說你會嗎 我說我看那麼多我會啊 看你就是能不能接受而已 所以他就說我太醜了 你等一下誰要我買 就是他自己包的就是最好的 他沒有什麼標準 神永住當兵推伍後 因緣機會下北漂到台北當烘焙學徒 輾轉到各家麵包店 學習歷練 只是前進的道路上 並不是這麼順利平穩 先在麵包店上班啊 然後再來要去開麵包店 之後就做不起來 學這個都會想創業啊 頂下來其實就學個經驗啊 對啊 也做了三年半四年 之後就小孩 越生越多的時候 想說我們要回 經營不下去了 出門在外啊 都是租的啊 小孩也都自己帶啊 蠻辛苦的 對啊 所以就選擇 回來南部自己的家鄉做啊 回到家鄉後 一開始在村莊裡頭賣麵包 生意沒有起色 開店經營麵包店 成本又太高了 回想起 曾經在路邊攤賣三明治 也許可以再嘗試看看 因為我以前有在 新莊的夜市擺攤過 擺了兩個月 所以這個身材工具 以前都有買過 放了十幾年之後 才繼續再用它 在科學園區上班的沈玉山 起初 並沒有跟隨著先生 一起做生意 夫妻倆分隔兩地 各自打拼 很反對啊 可能因為覺得太累了 可能在科學園區 太舒適了吧 就會覺得要做生意好累喔 那時候我們是在貴山 對開麵包店 然後有時候去到店裡 或是跟他回來南部 回婆家的時候 就會一直念啊 說夫妻怎麼不一起做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對 然後就覺得有壓力啊 沒有啊 一定要辭職啊 哈哈 夫妻嘛 本事同跟生啊對吧 我們要一起生活啊 那我們很恩愛啊 二十四小時要膩在一起啊 因為做生意 我覺得就是要 要那個啊 夫妻一起幫忙啊 對啊 比較容易成功啊 經過一次次的失敗 夫妻倆同心協力 互相扶持 攜手為同一個目標而努力 很滿意 打一百分 一定要一百分啊 不然就不做了 你好 一個花生 人生的經歷如同畫布 天上五顏六色會更精彩 就像盡心裝點的沙拉船 滿載著甜蜜和希望 雙心有一間熱門的雪花冰 綿密亮很多 而且每一碗都是霸氣十足 是當地有名的超夯排隊美食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開店做生意 但是開什麼倒什麼 就連回到老家來開花生冰店 當年也遇到颱風水災 但是這個五年級的老闆 他沒有灰心努力苦撐 而現在這碗花生雪花冰 綿密用料又實在 已經成為雙溪必吃的好味道 這兩個是巧克力 這到底是包覆性排隊 還是包覆性吃冰啊 因為看到人很多 我們就來排了 因為想說台灣人 人多地方就是好吃的地方 實際上 真的蠻好吃的 因為它綿綿的很好吃 這家生意好不好 好 好 內用外帶 要內用 這樣120 就是覺得很綿密 感覺很好很好吃這樣子 對 你們這幾公尺的人做來賓 大概十六七個 十六七個 十六七個 對 特地來吃冰 特地來吃冰 也順便附近玩 這好吃啊 燒冰了 幫我們去吃吃看 我吃的花生紅豆 你去吃吃看 你去吃看看 吃看看 那些想要吃甜 快吃 快吃 老山城的仲夏天色粉金 陽光油黃 但到此一遊的訪客 絕不是為了此時的獨辣情緒 雪花冰在外帶 一個一個來 花生雪花花生紅豆 餐台前客人不论本地外地 都跟行家没两样 一口同声顶了餐 号码牌领的 除了花生雪花 就是花生红豆 仿佛一碗柔润轻盈的花生冰 可以越延又可耐劳 不过说到人气很夯的这一碗 加了小碎冰的豆花 十四种配料一次填满 比霸气可就无人能敌了 对啊 不用选来比较快 这样客人就吃得也高兴 我们卖得也快 不然一碗的话 这样五十块真的 你就自己煮不可能 十多种的配料 居然不过一个铜板价 菜汁香麦并卖了二十年 就怕在乡下不够真材食料被人嫌 所以哪怕市场内的厚厨房 四十多度高温有多火热水深 一早六点炒糖 煮糖水 拧完地瓜煮粉圆 泡黄豆磨豆浆紧接着在做豆花 反复的杂香几乎没有停过 主要原因也就在他不愿意吃拔一天的量 全都被其煮够 尤其是夏天怕酸的绿豆 对 一定会坏掉 这种一定会不可以放太久 冰箱也不行 对对对 冰箱一定不行 绿豆更容易坏 就奇怪啊 绿豆就是最容易坏 外面的绿豆大部分都买现成的 因为它们不煮 煮很容易坏掉 菜汁祥最得意的品相是花生 韩雪花冰砖焖煮 和干炒的花生米 一碗冰光论花生 就要顾及三种口感跟香气 眼不够力 心不过洗 就怕万中悬一的A级 里头还是难免藏了小石头 另外生怕客人尝到半点苦头 哪怕是一丁点地头 蔡志祥忍着一天工作 16小时的疲劳 还是一颗一颗慢慢摘了 累不要紧 常常为了守住口碑 凡贝的成本自行吸收 也是任了 因为这种花生 我们是没有拿进口的 大陆的花生就真的大颗 又没有香 我们台湾的花生是 真的看起来没有很大颗 可是它就是有那种花生的味道 除且才会绵密 因为偏爱花生 也发现山城里的饶人家 普遍都爱 蔡志祥才会怎么舍得下重本 重旧甜蜜共融的滋味真的迷人 不过这一步走来 冰店竟也是开了七八年 才胜出人烟 在这之前 他其实做过电器行 开过影视出租店 但就是做什么倒什么 最后连进饭店当房务员 也因为公司经营不善 而被资钱 做了几年啊 快三年吧 做倒了 他那时候他就不做啊 怎么想到要来卖鸡肉 他当初刚好是门槛比较低啊 他可是做了才知道说 当初也不要做这个 真的太累了 怎么都要自己煮啊 你不要自己煮的话 没有人要买 赤银 珍珠 赤银 珍珠 好 年轻时虽运有如雾云照顶 本以为再一次转行 总有机会脱胎换骨了 谁知道市场转角的冰店 一连优被风塞水灾 连炸三年 第一年是纳粒 第三年是纳台 第一年连到 这边吧 第一年了 第一年到那个 对了 对方地区农卫那个 那条线 那一条是纳粒 这个整个都 肉味 对 整个就被像炸弹炸过一样 那一个 纳坛来 腌到这边 那一年真的损失更残 为什么 我买的什么冰箱 糖 什么一大堆 都被腌走 不是说第一卖冰第二得漏一心 那都骗了 第一要诈骗鸡团 第二也诈骗鸡团 我一直跟我诈骗鸡团 如果看他们都 诈骗一次就多少 做生意的话你诈骗不了 人家一吃你就知道了 口就骗不了了 我们的嘴巴已经骗不了了 嘴巴说骗不了人 其实是内心那份良知 不愿诈欺自己 蔡志祥总认为 双溪市场周围 不是半百以上的左邻右舍 就是天天上下学 嗷嗷逮捕的孩子们 用料又怎么舍得金简 所以盈利只要过得去 花生就选好一点 黄豆用飞机改 自己吃的健康 也煮得出另一层韵质 飞机改的是有一种 它有豆香 你如果积改的话 它本身积改的 有一种是切味 那腥味吧 因为我们本身也在吃 绿豆一然 小珍珠 四号 谢谢 一九万一三 五十 五号 谢谢 赠钱的话 也是要活力多教 才会特别 有人草 还有田草 钱有赚就好 一年四季 终于苦热的时节 也总会停歇 所以忙一点 累一点 都只为每一瓢盆 蹲上架 先愁 脸没压 二十年了 才换得时来运转 到底会不会太晚 蔡志祥笑着 仿佛也不觉得 从前是苦 没有脾气太来 一切只是水到渠成罢了 有位偏远派出所的所长 他很担心 同人们买东西不方便 会饿肚子 所以他用电锅卤 茶叶蛋给大家吃 卤得香气四溢的茶叶蛋 成了景军里面最温暖的气味 而现在所长他退休了 他用这个练出来的好手艺 同时为自己开创人生的第二份事业 鲁锅里的每颗蛋 壳不黏蛋 蛋又完整不破 中药香气 经由裂缝 盛进了蛋白里 可以说是蛋痕累累 我们先给他做食法 然后就是 你要吃到你要跟他互动 对不对 然后慢慢地 六世华原本枪不离声 现在卸下了警察身份 变成蛋不离口 那少了一只叉子 还蛮贵的 我今天好像吃了五颗蛋 退休后的所长 召开家族会议 带领着三位联金 决定人生半百来转业 于是在田间盖起了茶叶蛋工厂 从店面做到宅配 每天一两万颗的茶叶蛋 就飘香在倒浪间 当年派出所里的一颗蛋 成了香野里的佳话 兄弟要分财产 可是年轻没有财产可以分 年轻只有感情可以联系 媚婿各有执掌 所长是大掌柜 负责看头看尾 老二负责品管出货 老三财务和行销 老四则长起研发大任 大掌柜 我还说过 说我好听是做十八 说起来是要把两颗放好嘴 因为在吃味道吃得更好 煮熟的鸡蛋送来厨房 还要经过机器震动 像是在帮他按摩 好出现有点烈又不太烈的痕迹 中餐厨师的汪兆龙 煮的一手绝佳的中式料理 但廖世华要他煮做茶叶蛋时 他还真是大伤脑筋 没有煮的重点是因为 你打开多长时间 煮茶叶蛋的时候 毫无经验 没有专业师傅的情况下 他只好自己看着办 从鸡的生长到蛋的熟度 大小都一一去了解 比较 后来发现要做出完美的茶叶蛋 其实从第一关 选蛋就很重要 选蛋净两个 菜式都炒在六四公克左右 六四公克左右 一般像一般的鸡鸡 都炒在鸡 开始炒两盒在六个月 至九个月 大小重量刚刚好的蛋 就放进锅里乳制 一锅固定五百颗 加入特条酱油 还有中药包 炒果 柜枝 八角 花椒 山奈米 这些东西还有成品 大方公开他的卤包 这些中药材很容易就买得到 煮茶叶蛋的过程 也像是在炖肉 看来很简单 不过汪师傅说 功夫就藏在时间里 不用一直在炖肉上煮 你可热就好了 就是要时间 滚了你滚了 10分钟15分钟就可以了 你不要它开开 其实里面温度又很高 你就趁这时给它热 它味道慢慢渗透进去 等要焖烧才能求得美味 过程中不行晃动 以免破坏蛋体 第一次滚过 焖过后 还要静置一碗 隔天再来一次 三温暖 茶叶蛋这才能够入口 我希望超多 一斤啊 两个原味 一个辣味 辣味真的很好吃 我的味道是比较特别 我吃起来是比较香 特别绕过来这边买这样子 烟味的话茶香很浓 就是蛋黄很香 新化街头的茶叶蛋门市 店门一开 客人就没停过 除了吃茶叶蛋 还有豆干饱可以品尝 豆干饱用现给现做 像这样 很爽口 大黑豆干里夹进泰式猪肉加泡菜 像是台式汉堡 这是六世华吃阳春面食 觉得大黑豆干太厚 是不是有机会改变它 于是吴翁师傅 就从臭豆腐得来灵感 做起泡菜来当馅料 我来家煮汤 人家提树 提树卖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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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树卖树就没了 提树就没了 她很早就没了 她没进来 她没进来就没空了 以为警察就是她人生的唯一工作 但就在2001年 从编译刑警被派到刑画相间 这间派出所担任所长后 计划似乎就赶不上变化 我不喜欢吃茶叶蛋 我是来的时候 为了我的同事 然后才学茶叶蛋 因为茶叶蛋它可以保存 就怕同事肚子饿 没东西吃 附近有很多养鸡人家 生下的鸡蛋 会往派出所送 于是 廖世华就用这个大铜电锅 在锁里的厨房里 煮起了茶叶蛋 当时她的煮蛋老师就是工友 还有周遭朋友 临言我一句的煮下了第一锅 煮一锅60克 大概可以撑一个礼拜 到98年的时候 我要一锅煮300克 铁马车友 还有我们这个里民啊 村民他们有时候都会跑来 我会跟他们分享 然后就是量越来越大 一个礼拜要煮八香就1600 从破百到破千 一个小东西 不仅饱了远景的胃 也暖了铁马族的心 锦铭互动还产生了有趣变化 里面都会去广播 广播说 他们有里面的那些 我们坐一会儿 我们拍送 有准备茶叶蛋 要和大家分享 平常不好意思 来拿茶叶蛋 因为他就要吃那个茶叶蛋 他就坐 他就坐一会儿 他就像这样子 后来所长煮茶叶蛋 名号越来越响亮 但褒贬评价也跟着来 从仅30年后 于是决定在50岁退休 离开工职后的廖世华 做起的第一次生意 四位联金八人联手 大家放手一搏 这位警察过去因为弃毒抓枪出身入死 没想到后半场却是情定茶叶蛋 人生曲折竟在蛋痕上 同班美食大家都很爱 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 你才不会错过CP值高的美食 当然也可以看到美食故事 背后动人 还有激励人心的小故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同班美食夹套套 我是林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打拆搜身 打拖グalas 打拖帮 打拖出 爹 打拖 打拖